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这儿 你们大家想想 秦鸿跟那个叫什么 林彩 跟英彩 他们为什么同时会去查同意的人 想问问 你们俩是同时询问的 那陆明你认为 这两个女人之间熟不熟 他们 那你觉得秦鸿逃跑什么原因呢 还能是什么呀 当然是卷款潜逃了 我早就看他不对了 一伙这个没钱一伙那个没钱 我看呀 全换成他身上的爱马仕了 不像有那么好的关系 反而觉得他们关系不好 也许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也在查降轰达 但是都同时给了江洪达威胁 所以就杀了他们 现在证据已经这么齐全了 其他的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可能 躲开 躲开 有完没完啊你了 你躲开 有完没完啊 找我来有本事 躲开点 你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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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躲开 起风 起风 这哪儿屋里有人 别过了 我的救急 起风 鬼话 起风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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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救急 不是说了吗 今天怎么了 别再过来 你怎么了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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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警官 好 保护现场 好 别过来 别过来 好 别过来 别过来 先解决了 从石楼坠下 手指有严重瘀痕 这名死者身前 狠狠地抓几个辅助物 陈队你看 他指甲缝里的白漆 经过勘察 就是和楼上 白色窗框的油漆一模一样 这个伤怎么回事 是水果刀所伤 要强调一下 是刀刃不超过十厘米的水果刀 队长 当时的情景非常奇怪 什么个奇怪话 根据我观察到的 当时郑凯应该是 面向着屋内被抄着屋外 他一步步挪到了窗口 根据他移动步伐和当时的情景 我个人感觉 在他对面应该是有一个人 要治愈他死地 导致他慢慢走向窗口 最后追了 有一个人 冯博 后面 到第一案发现场 是 知道了 接着说 启风 你在门口听到的 给队长回报你 队长 当时我在屋外 隐隐约约听到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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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我一进门发现 什么都没有 你确定没人吗 确定没人 队长 是我的失责 队长 当时事发突然 根据当时的情景 我判断 应该是有人要加害他的 于是我就 联系了启风 可当时通讯中断了 我自己上楼去支援他 再下来就这样了 启风 进了屋之后 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屋内很异常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福 你干什么吃人的鸣呢 随着交给你们的 我们上去 走 来这儿 我们要把我放到 来 我们要把我放到 你给你 那边 你怎么放到 你可以把我放到 你也要放到 你也要放到 你不能放到 你叫你放到 你放到 我把我放到 你放到 我放到 你放到 你放到 我放到 我放到 你放到 放什么东西吗 不放 哦 是邓力军的歌曲 放的哪一首 《在水一发》 这么好听的歌曲 没想到会和凶杀案联系在一起 把他带回去 我要研究一下 《在水一发》 陈队 陈队 实体检验完毕 发现什么 除了手臂上的伤 在他的腹部和腰部 也出现了滑汗 是坠楼所支援的事 现在不敢确定 等我的事情报告完 去里屋仔细看展一下 请分 有声 巴音 浑银 秦宏是我杀了你 你 秦宏别纏着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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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队 林队 有发现 接红了吗 现在不敢确定 发过去仔细检查 回一个名 对 去一趟郑海他老婆家里 仔细了解一下 明白 明白 师姐 你找我 帮我把这个东西呢 给阳光集团的余阳余总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一定得亲手交给他 是 你们是 你好 您是郑海的妻子吗 我是 我们是上海行政总队的 过来了解一下关于郑海的事 他照顾 你不一定会是 还是一般的疗诗 我们自己认为 装idos 另外一遍 我们去联悟 也有点 看我们去联悟 你不能去联悟 我们去联悟 电脑里边的照片文件夹 队长 你们仔细看 每张照片呢 都是两到三个级 普通照片不可能这么大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就开始展示惑意 我认真检查了这些照片的知识 还有清晰度 我发现啊 照片本身的数据 是没有这么大的 随后呢 我就去了这个IT论坛 几个白毛黑客 告诉我一种新的加密方式 就是把重要的东西 放到照片里头 然后呢 用软件进行加密 这样的话 照片的数据就会显得特别大 现在呢 我已经编好了一个新的解密程序 程序正在解密这些照片 现在已经写到了百分之七十八 我现在再过一会儿 我们就能找到我们想象的东西 不是 运动 陈队 我们已经进入新华酒楼的网络后台 现在正在检查入侵痕 好 解密完了马上告诉我啊 真乱闪得起来 有这个可能 江洪达说不定只是个帮凶 那现在问题是 既然杀害秦红是他们俩干的 可以做到毁龙抛尸 为什么非要在现场留下一个血液呢 这不大合理啊 当然 这血液确实比较蹊跷 那到底是谁放进去的 好 CD检测怎么样 还在等的结果 我怀疑里边的内容 不简单 我也怀疑 郑海根本就不是自杀 余阳 那东西收到了吗 哎呀 收到了 收到了 东西打开过没有 它怎么可能打开呀 我这一打开老难闻了 难闻就对了 要是没有味儿 那就说明东西被打开过的 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就是想考验考验它 看它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师弟 那你不用吃了 它绝对是 那看来是我多疑了 好吧 那回头见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我要是知道他会自杀 我怎么样都不会和他吵架的 我怎么样都不会和他吵架的 你愿意一直在闹离婚呢 是的 所以 我才会搬到这里来住 那我离婚 你没什么事情啊 真的是不怕你们笑话 她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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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大白天那你睡什么觉呢 好像有点感冒 最近公司 事儿太多 我太累了 我先睡 我也睡了啊 你自己忙着你的 你自己忙着 郑海 你 你怎么了 你自己看 当时我看到这些 真的是非常痛心 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卧室那么乱 有没有可能这个女的刚走过街头 或者你仔细想一下 你在小区 或是楼道里 有没有遇见过她的 有没有遇见过她的 或是楼道里 有没有遇见过她的 您看一下 是她的 是她的 这个女的 我好像在电梯里见到过她 你确定吗 我记得 她当时打扮非常漂亮 我还在想 这会是谁家包养的小三 结果真的是没想到 这个女孩 在5月26号晚上已经死了 找到了 我找到了入侵时间和修改的证据了 您看 这个时间 是有入侵和修改的痕迹的 有黑客远程控制 进入了显花酒楼的监控系统 修改了5月26号晚上的监控视频 这个视频有没有可能远程剪辑呢 不只是剪辑 她先是修改了时间 也就是说江洪达离开的时间 并非是9点20 但是她回来的时间并非是9点30 而是10点25 所以KTV那边的监控没有错 她是10点35进入的KTV 但是光修改这个时间 也不能解决中间长时间的间隔问题 没有错 所以这个人把江洪达回到酒店的时间 做了提前剪辑 要这么算起来 江洪达离开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江洪达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 先将秦鸿杀害 然后再合适 一个小时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队长 医院困检了 把这些报表称为KTV 是 严谨血医的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和江洪达车上的DNA一致 确定是清零险 对了 医民分析那边好像有新的发现 嗯 你们过去看一下吧 好 非常好 先生 请你帮助吗 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这么漂亮 谢谢 第二 你们的陶总在不在 他今天出差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三天之后 您需要预约吗 不用 我是非常忙的人 我到时候会来叫他 林湾小姐在不在 他和陶总一起出差了 哦 你回想一下 这段时间 你老公郑海 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呢 你们是怀疑郑海 他会罪自杀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觉得啊 他们死可能有关联 关联 会有什么关联 目前案件我们还在调查之中 所以呢 为了查清你老公郑海 是否清白 还需要你的配合 上个月 被我撞破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一直在和他闹离婚 段段续续也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后来我带孩子回我父母家住 他当时每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回去 可是我没理他 也没和他见过面 就在前天 我才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恭迎皇后娘娘回宫 房间都收拾好了 你什么时候带儿子回来 我就带你去买 郑海 你什么意思啊你 别 我告诉你 这一辈子你都不想见到儿子了 我当时以为 他还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提着行李就走了 那郑海对这个裙子怎么解释了 他还能怎么解释 就说不知道啊 还说绝对把那些东西都扔了 不可能会有这种衣服 你刚才说 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新的了 说是为了迎接我回来 那床呢 床没有换 但是床垫和床上用品都是新的 这个女人呢 二十六下就死了 您能不能想到和这个裙子有关的其他女人 也就是说 您照我生前有没有 另外的女人 你说郑海还有其他女人 这不可能 这么确定 她有这个心 也没有这个胆 她在外面应酬 陪酒陪睡的女人有多少 我是不知道 但是能够带回家来 而且一直保持这种长期关系的 我确定只有这么一个 要不然的话 我早就发现了 又是衣服 你不觉得奇怪吗 既然家具都破了 怎么会没发现衣服呢 那会不会是粗心遗漏了 以为是自己老婆的衣服呢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你说 我昨天和今天穿的是一件吗 是啊 明明是同一个系列的不同两件衣服 不是 不都是黑色吗 黑色就是同一件啊 所以我觉得 郑海的老婆 也有这么一件红裙子 只是郑海和你一样 完全分不清楚 哎 郑队 这张CD里面的确是挺有问题的 本来每首歌的音条谱调出来以后 它都出现了这个 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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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把它提起出来给你听 听不听 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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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好 这是以后 是衣服 有的 是衣服 不是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 我是衣服 是 吴队 你不认识吗 在那里 我看看 我26多的衣服 被 edit 然后我们在那里 把他照成 war 那件雪衣 有可能是伪造的 对了 给你们添一个 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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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还记得那天 从郑海家拿回来一张邓黎君的碟吧 这一段音频 以二十赫兹嵌在那首歌里面 表面上听起来呢 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歌 可事实上 这段催眠作用的音频 每十五秒钟会出现一次 那么郑海反反复复地听 他就会不断地受到催眠暗示 出现幻觉 或者是神经衰弱 那么他最后自残自杀 也就不足为奇了 难怪他手臂上有那么多的伤人 那他到底是杀了人呢 还是因为这个催眠的音频作用 导致了他以为自己杀了人呢 这个我们还得再查 现在还不能确定 现在还不能确定 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所有证据 都好像还得这么恰当 哦 当我们刚刚觉得 宏达建筑有问题的时候 那个水杯出现了 而且是在江宏达把秦宏的办公室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唯一一个秦宏的私人物 还有什么发现 对 当我们紧盯江宏达 他没有足够证据来搜捕他 江宏达杀人未遂 我们在他的后备箱里面 发现了秦宏的血迹和发丝 那几乎同时呢 郑海在家里面 又出现了秦宏的血液 很奇怪嘛 也就是说 一时以来呢 有一个人在给我们准备证据 那几乎同时呢 郑海在家里面 指引着我们吧 是 你们觉不觉得 这好像是秦宏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神秘亲戚 或者是关系很亲密的人 在替他报仇啊 不会啊 他的通讯录 家庭关系 我们都已经查过了 难道是 地下恋人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想替他报仇 一定跟踪或者接触过姜洪达 你们说 会不会是英才呢 因为他是我们目前知道的 和秦宏姜洪达走得最近的人 我们得再审一次姜洪达 我今天去了唐明的公司 他不在 你确定是找他们公司了 反正是他的集团下面的一个 研究环保的基金会 这基金会最近非常活跃 有很多慈善的活动 去这些活动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富人 所以如果我要接近唐明 我需要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我觉得严谨非常适合这个任务 我说你干吗来了 还是来要人的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都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陶明自己有一个女朋友 是他们基金会的那个高级顾问 林万 他把你怀疑的给做 我还能莫是一种 你现在有一五马上告诉我 杨核达 这次你还是决定不说是吧 你自己讲清楚了啊 你自己说跟我们说 后果可是不一样的 现在呢我们已经掌握了你 修改新华酒楼监控视频的证据 还有 我们也破译了你 用照片加一的那些机密文件 我想开口让你拼点东西 我说呀 这批水泥已经有了降级使用的批准 既然能用 我们的项目完全可以用什么 到时候结局下来的成本有多少万 想必费总算得比我更清楚了 啊 哈哈哈哈 听清楚了吗 秦红应该就是为了得到这些证据 就给你刷了吧 我们在你汽车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秦红的DNA 以及他血液的卢米诺繁盐 这些证据已经够了 我已经有一条杀人被罪的罪 不怕你们再给我加上一条命 这个江峰达还挺无赖的 他这意思我们冤枉他 老油条嘛 看他下来怎么说吧 你现在涉嫌谋杀 还有多笔巨额非法交易 敲诈勒索 贫费 已经有这么多条罪行 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 给你增加个莫须有的罪吗 人家这头发和皮血DNA都是后方一般的 就算是这样 我们不是已经在血迹里 测出相应的DNA了吗 这么说你承认于杀的事情吗 我没杀秦红 是郑海杀的 我是抛的尸 那天晚上 我和殷彩陪客人吃饭 突然间接到郑海打来的电话 他说他把秦红给杀了 于是我就叫殷彩继续陪客人 我开车到了郑海的家 看见秦红躺在地板上 我问郑海怎么回事 他说他刚从外面回来 宝贝 你回来了 明天是我们周年纪念日 你还记得吗 我不是叫你别过来了吗 他都走了 为什么不能来啊 那要让别人看来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 不会让人看见的 你就好好跟我享受吧 姜峰今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吗 你怎么没去 你别提他了 我那功臣一个多月都没搞定 他也不帮帮我 我凭什么去陪他们吃饭呀 你还生上他的气了 那是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已有事了 离你都远冤的 我就不明白这姜宏达 平时都是怎么拉拢你们的 让你们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的 男人嘛 自然有男人的手段 什么 钱 还是女人 好了好了 那我不问了 我来吧 亲爱的 你帮我解下我的项链 你干嘛呢 你在查江洪达 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 江洪达早就让我注意你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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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海 既然江洪达已经知道我了 那我死也要拉个定位的 崩了你 松开 松开 疯开 好 来 先先先 大伙 干一个 今天是洪达老板请客 对对对 别客气啊 来 吴老板 我去接个电话 大家随意啊 随意 大家吃 这别停啊 别停啊 快来 谢谢洪达老板 来 喂 我杀人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秦宏 秦宏刚才被我杀了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过去 这儿 当时我们用大的袋子装尸体 放在后悔箱里 我叫郑海 把他所有东西都烧掉 然后我叫郑海 去大白当吃饭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 不在现场的证明 之后又回到酒楼吃饭 然后到KTV去唱歌 下半夜我去把尸首抛掉 你怎么能确定 郑海把那件衣服烧了呢 他不烧衣服留他干什么呀 警察同志 你们把郑海抓来 一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郑海昨天晚上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坠楼身亡 坠楼身亡 把那个视频调给他看一下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吗 这段视频里 你跟郑海因为什么事情在争吵 当时郑海要去投案自首 我没让他去 他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他说 秦洪的鬼魂在锁他的命 秦洪的鬼魂都已经找到郑海了 难道没去找过你啊 警察同志 你们也相信鬼神吗 我告诉你吧 这世上根本没有鬼 都是殷采自己搞的鬼 也就是说 这才是你想杀死殷采的真正原因 可能是吧 最近公司里老是出现秦洪的东西 我就不信邪 我在办公室呢装了一个摄像头 结果呢 我抓住殷采了 难道他是因为秦洪才杀的殷采 那这么说 咱们手上的这件血衣 还有后备箱找到那个血迹 都是后方你的假证据啊 看来 看来 这位催眠大师真的是在为秦洪复仇啊 来 紫衣 你说一下啊 如果在政务上检测出相同的DNA 你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相同的DNA 对 别的东西可以伪造 不过那件血液如果是假的 那从哪弄到的DNA一样的血 是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那不是一般人 那会是什么人 目前国际通用的形式检验DNA的方法 只是对比特定十三组DNA 所以只有顶尖的生物基因学科专家 才能在实验室里合成出十三组DNA的 甲氢人体血液 你说的是国外的 国内有这样的人吗 就连我们这样的实验室 都记上 那想想 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会是什么人 想想 想想 有一种 有一种 那就是天生DNA就相同的人 比如 铜卵双胞胎 那铜卵双胞胎的DNA是一样的 它的指纹会不会一样 不会 铜卵双胞胎虽然共享相同的DNA 但它们在早期发育的时候 基因会出现数百种变化 导致它们的体征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所以 它们的指纹不可能完毕 对了 你们拿秦宏的办公室水杯 给我做检测的时候 我记得上面有两种指纹 铜卵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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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再去一趟秦宏的家里 好好了解一下情况 是 走 两位警官 您面前 好 谢谢师哥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是不是已经找到杀伙牛牛的凶手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阿姨 您的心情我理解 案件呢我们正在调查 现在有一些新的情况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 你尽管说 只要我们能做得到的 一定帮你们 好 我们想知道 你们真的只有秦红一个女儿吗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啊 叔叔 她的意思是说 你们除了秦红这个女儿 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没有 我们就她一个孩子 叔叔 阿姨 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 因为这个案件非常重要 这凶手 跟我们有几个孩子 这有什么关系吗 叔叔 您别着急 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调查的话 那我们就无法取得证据 你们也不希望我们抓到凶手之后 没有证据取证 把他们放了吧 其实 内内是我和她爸爸 在孤儿院里收养的器因 我们不想让她知道 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就一直没有告诉她 我们一直把她 当青森的女儿那样来抚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上了大学以后 和我们的联系 就越来越少了 那你们领养的时候 知不知道她有没有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 不知道 我们当时 也不想知道 国外院的院长也没跟我们说 陈队 有新消息 亲黄不是秦家亲生的 是从福利院领养的 哪家福利院 知道 他也会马上过去 好 务必要调出她的入院档啊 有消息了吗 说秦红是在福利院收养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姐妹 那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查过秦红的多话记录了 秦红 平常联系最多的 除了那几个男友 也就是公司同事 没发现什么 更多频繁联系的人 当然了 除非她拿公用电话 和对方联系 为什么要用公用电话 跟对方联系 没想到啊 这么多孩子为一席 别感慨了 给你找吧 是啊 一堆在那儿 我找到了 你看 你看 在一九九零年入院的 是有这么一堆上胞胎姐妹 时间没错 秦红 王岚夫妇收养 秦红 王岚夫妇收养 我给秦红他们搭过去 好 应该没错 在 查一下张琦 孙谦夫妇 好 这不大合理啊 同卵双胞胎姐妹之间 这不大合理啊 就是说嘛 而且 江洪达不是说 他办公室经常被人放下 一些秦红的遗物吗 我们还专门调了 他们公司的监控视频 也没发现什么 长得像秦红的人出现啊 按说这个人 如果真的存在 那他应该对江洪达的公司 非常熟悉 你想 他甚至还能把东西 放到江洪达的货备箱里面 那 他不是应该经常出现在这个公司 或者公司周围吗 咱们假设 真的有这个双胞胎姐妹 那么这么多年 她是藏在什么地方 她为什么要藏这么久 她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如果真有 其中一个在为另外一个复仇 那么你觉得 她下一个复仇对象是什么 是哪个 现在郑海也死了 江洪达也被抓了 那什么马润南 费国强这些人 也都被抓了 等于说 所有跟秦红的死有关的人 已经受到惩罚了 那按说 费国强这些人 她应该没什么复仇目标了吧 我要是她 我这时候应该销声匿迹了 要么就是去实现一些 秦红生前的愿望 秦红生前到底有什么愿望 其实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如果说是一对 从小一起长大的双胞胎姐妹 感情很深 对吧 那其中一个被人害了 另一个会去为她复仇 这都说得通 按秦红这种情况来说 她是单独被领养的呀 就算是真的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她们可能都不认识 那另外一个干嘛 要为她铤而走险 做这么多事呢 还真有一个 队长 队长 查出来了 张琪孙倩夫妇呢 在一九九一年收养了一个女孩 取名叫张玉 五年后 孙倩又怀孕了 生了个儿子叫孙浩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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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张玉 和秦红呢 同一年打结毕业 毕业之后呢 没有参加工作 而是租入燕房子 继续考研 随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 心理学系 那这正经是我师妹啊 还是 心理学 是 五颗清风 在 张玉给我盯住 找到提升她的证据 请问警察同志 张玉出什么事了 阿姨 您别紧张 我们只是来询问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需要刑警 到家里的了解 她是不是在外头 惹事了 你少说两句 女儿再不听话 也不会惹什么事 肯定是别人出事了 警察同志来我们家了解 知情人情况 是吧 警察同志 是是是阿姨 您说得对 天宁刚才的意思是 小玉小时候不太听话是吗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小玉啊 是有点皮 喜欢和别的孩子啊 胡闹是出了些事 但是啊 那都是小事 而且啊 她读大学以后啊 性子都变了 很听话很懂事了 这 那哪叫听话懂事 那叫冷漠 没孝心 这 没孝心 您这什么意思啊 哦 既然你们是警察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张玉这孩子 是在我们浩浩出城之前领养的 那年我和我老婆子 也老大不小了 又查出了毛病 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生孩子了 所以就去福利院领养了爸 其实啊 我是不太赞成领养这个孩子 你说吧 辛辛苦苦给她带大了 万一她以后不孝顺呢 万一她长大了以后 要去找她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是不是 这人之常情嘛 果然 她读了大学之后啊 整个人就变了 也不怎么回来了 你看 电话也少打了 是不是 不是 你别瞎猜了 你说小姨不孝心 她工作后 还不是给浩浩出了学费 出了学费 张玉好像在大学毕业之后 没有去工作 一直复读考研了 哪来的钱出了学费呢 所以我说嘛 这孩子虽然联系少了 但是她的心底很好 那年读大师的时候 她出去工作了一阵子 还赚了点钱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是决定考研了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们知道吗 是什么 奸泽模特 对 模特 好像还挺赚钱的 模特 你们有她当时的照片吗 我去哪儿 谢谢 初初 张玉小的时候成绩好吗 她呀 成绩 马马虎虎吧 她就是不努力 不用功 她脑子是比较聪明 比我们家浩浩要好多了 我们家浩浩吧 就是 脑子 为姐姐聪明 学习 特费劲 为了浩浩 我真是超够了心啊 那她平常朋友多吗 就是一些经常联系的朋友 还有吗 她小时候啊 倒是有一大帮朋友 跟她一块儿玩 反正越大 朋友越少了 她是不是那些朋友 没带回家来 也不知道她现在 到底教了些什么人 张玉在上大学的时候 本科读的什么专业 读的是快捷 这是财务啊 不 老婆子 咱们月儿在学校里 读的什么专业 金融 金融 对 金融专业 等一下呢 看看我女儿做模特的照片 漂亮吧 挺漂亮 漂亮漂亮 你们在最近一次见到张玉 是什么时候 那个少半年也有三个月了 难以那么久 我说吧 你就喜欢替她说话吗 我告诉你老婆子 不是你亲身的 没用的 不会对你亲的 你如果对她好些 她能跟我们那么少 你不想要送风吗 你 好 家务师 家务师 你说她爸也真是的 我要有这样的养父 我也不愿回家 行了 你就别替张玉打抱不平了 我马上想起案情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张玉的父母和秦红的父母 她们都提到了同一个时间点 就是在她们上大学之后 两个人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 没错 那个应该就是 这两个姐妹相遇相认的时间 应该是 尤其是那个张玉 你想啊 张玉的养父母 又生了一个儿子 她在这种家庭里面 本来就没有归属感 忽然遇到了秦红 但两个人肯定把对方 当作是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对 所以就更不愿意护家了 没错 她们的心理又很善良 那肯定 就用给钱这种简单的方式 来回报杨父母的养育之恩 没错 行啊 菲菲 有进步啊 有点言对的意思啊 那当然了 我一直在向我的女神学习 这就给她们所有红色的经理 雷鱼裙子 为什么不买呢 我怕时间赶不及 只要是妈妈买的 什么东西 孩子都会喜欢 我rogram